我正在房车里做饭 外面又开始下雨了 户外炉灶上还在炒着菜 我只能冒着雨跑出去 自从来了西装版纳 每天不是在下雨 就是在下雨的路上 谁能告诉我这里常年都是这样吗 大蒜咸肉变成了大蒜鲜肉汤 身上又淋湿了 先去卫生间洗个澡 在卫生间里纠结了半个多小时 还是决定把这锅肉汤倒了 毕竟谁也不知道 用雨水做出来的咸肉汤 吃了会怎么样 再做一个所有女生都会的 西红柿炒鸡蛋凑个数吧 由于我的电饭包坏了 主持只能弄个自嗨锅吃了 刚好趁实货ABB11月搞活动 自嗨锅半价抢的 牛奶和AD干奶才1块钱1盒 这一箱阿木西酸奶 比超市便宜450还包油 车我评论区还有188补贴 大家也去囤起箱吧 吃完饭刚卡下 准备和粉丝在群里聊会天 就有个大爷在车外喊我 来了 来到西窗版纳三天 每天都会被人 从不同的停车场赶走 这是一种让人很难受的体验 我们马上就走 还好现在鱼已经停了 收起助车之腿 再把两次拖展收起来 提醒大家买房车 最好买拖展车型 否则车里的空间 就是这个样子的 又要开始我的西窗版纳 流浪之旅了 这一次我又该去哪里呢